俗哥说电影 帮我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恐怖片 惊变28中 影片一开场 由于某种病毒的爆发 英伦三岛大批的人都变成了丧尸了 鸡贼叔和老婆冷淡婶跟几个邻居 躲在了王的白家皮囊 不过所幸的是 鸡贼叔和冷淡婶的两个孩子 刚好跟着学校出过旅游了 躲过了一街 这二位都处在虎狼之间 时间长了难免的蠢蠢欲动胡思乱想 可这毕竟不是自己家呀 想闷的蜜根本就不见识 所以这两口子只能先清醒嘴 痛快一会儿试一会儿 晚饭的时间到 由于长期的不出门 几个人坐吃山菇 火石质量也是每况愈下 大家伙正一苦思甜的时候 突然有个小孩在外面向门 把这几位都吓了一跳 把小孩放进来之后 几个人开始打听外面的情况 小孩说我爹妈变成丧尸之后 把家里的小保姆和隔壁的王叔叔全都饶 我一看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丧尸们突然就杀到 把屋里的这几位全都给吓尿 紧接着就是一阵狼酷鬼叫鸡飞骨跳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里鸟 大事不好奋斗跑 鸡贼叔一看形势不对 老婆也不管了 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看着鸡贼叔头也不回的跑掉 冷淡是气得是花枝乱颤 心想什么海库试赖有无边 全是瞎试蛋 这波丧尸比较厉害 不仅有强大的攻击力 而且正常人一旦被咬 秒变丧尸 而且马上就能发展下线 因此时间不大 第一波丧尸全都带着宏观 经过一番搏斗 鸡贼叔终于逃跑生天 开着气定 不投不定的窜 由于英伦三岛的人 全都变成了丧尸 这丧尸也没得吃了 因此五个星期之后 丧尸们全都被饿死 十一周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 进驻了文队 十八周之后 官方宣布英伦三岛 已没有了感染者 二十八周之后 重建工作开始了 由于找不到丧尸 作为狙击手的 希里哥和战友们 每天只能在楼底上 瞎求看现实弹 转场之后 一批在国外旅游的 英国人回家了 其中也包括 鸡贼叔的闺女 大雅妹和儿子小龙泰 医疗指挥官 气质姐 亲自为杰德雅做了体验 此时的伦敦 已经被划分成了好几个区 其中只有第一区陪住人 其他区域仍然存在着 被感染的危险 大兵龙套姐说 到家之后 大家一定不要 擅自离开案件区 不然一旦被感染 就有可能当场被击毙 到战之后 漏网之余 鸡贼叔把俩孩子 接到了临时的住宿 鸡贼叔说 再过几个月 咱就要搬到新娘了 以前的那个家 已经回不去了 接着鸡贼叔讲述了 之前他跟冷淡婶 遭遇丧失的那一幕 但这哥们儿 避重就轻啊 绕过了抛弃老婆的细节 而且声嘴俱想 成功地骗取了俩孩子的信任 鸡贼叔说 当时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如果不是为了你们俩 我就跟你妈咪一块去 由于小郑泰对他妈咪念念不忘 于是姐弟俩决定冒险回家一趟 转过天 两人绕过守卫 骑着一辆送外卖的摩托车 回到了家 小郑泰来到二楼 正瞎悬磨的时候 他妈咪冷淡婶 神气般地出现 而与此同时 发现姐弟俩行中的 美国大兵也及时赶到 把冷淡婶弄回家之后 马上给这姐妹 进行了彻底的消毒 然后由气贼姐亲自上任 为冷淡婶做了彻底的检查 得知消息的鸡贼叔 急忙赶到了医疗中心 大兵说 不仅仅你的俩孩子 你老婆也找到了 鸡贼叔一听 当时就吓尿 意识到这很有可能 是老婆死不瞑目 化成厉鬼回来找自己算账 为了查清到底什么情况 鸡贼叔趁着夜深人静 就摸到了隔离冷淡婶上间 而气贼姐那边经过化验 也有了重大的发现 原来冷淡婶虽然被感染 但由于自身基因的变异 他体内的病毒被克制住 虽然冷淡婶没有变成丧尸 但那些病毒却仍然存活在 他的血液和唾液中 鸡贼叔一来到冷淡婶的房间 就开始忏悔 说老婆 我那天的不辞而别 也是为了保存实力的权宜之计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冷淡婶说他都过去了 来 给姐香一弄 哎呀 要说这两口子是真爱亲作 殊不知这一亲 便惹下了滔天打祸 咱之前介绍过 这种病毒没有过渡期 因此时间不大 鸡贼叔就起了变化 变成丧尸的鸡贼叔 马上就六亲不认 上去就把棱带手掐死 然后这哥们儿一路过关斩将 就杀了出去 鸡贼叔这一跑那还得了 各个区域马上就开始 紧急隔离和疏散 各个部门执行红色代码 意思是宁可搓杀一千 也不能放过一个 气质姐急忙带着姐弟俩迅速撤离 可由于现场十分的混乱 姐弟俩很快又走散了 楼顶上的狙击手也都各就各位了 地面部队迅速开复到了医疗中心 准备把鸡贼叔和有可能被感染者就地见面 这鸡贼叔的确没走远 因为其他区域根本就没有人 他要是想吃饱喝好就不能跑 而且鸡贼叔心里也清楚 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事业 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 必须先咬出一支队伍 因此这现场很快就一片大乱 丧尸和正常人混在一起 在街上狂奔的也分不清谁是谁 指挥部的领导们一看局势都点控制不住了 于是急忙下令自由开火 说白了就是好人坏人一勺会 紧接着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时间不大 一大批正常人和丧尸全都挂了 气质姐通过对讲机向其他人呼叫 说务必找到小正太 她极有可能遗传了她妈咪的免疫基因 转场之后小正太摸到了一超市 刚好遇见了藏在这儿的气质姐和大爷妹 小正太说咱爹弟也变成丧尸了 贱人就咬咬完就好 几个不明真相的群众想出去 被气质姐给拦住了 气质姐说谁出去谁敢逼 楼上的军手一枪就能把你给逼 正说着呢 希里哥突然出现了 希里哥说要走就现在走 一旦等到天亮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在死在这儿 随后在希里哥的带领下 大家伙借着夜幕的掩护开始逃命 这个时候 希里哥收到了战友酱油哥的呼叫 酱油哥说空中打击部队已经接到命令 顶多再有四分钟 就要往第一区投放热炸弹 你们再不抓紧时间跑 全在领盒发 希里哥领着人正往前跑的时候 不幸被楼上的狙击手一发现 几个龙套当场就交换票 很快飞机就开始投放热炸弹 刹那间整个城市是活海一片 幸亏这希里哥等人 提前得知消息躲起来 不然早就被烤到外交里 那六千也不认 第二天一早 几个主要人物来到了 一废弃的游泳场 气质姐说 你为啥离开你狙击手的位置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 希里哥说再苦不能苦孩子 当我看到小政派的时候 我就决定违抗命运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大批的丧尸突然出现 几个人在逃跑的过程中 西里哥为了掩护主人公 不幸穿了洗手 为了躲避追杀 七字姐开着车 就钻进了黑灯下河地底站 三个人正往前瞎悬墨的时候 七字姐不幸遭到丧尸的气息 领了合法 很快姐弟俩又跟他们的爹地 鸡贼叔接了面 这鸡贼叔也没客气 上去就给小白来了一口 大眼妹一看也没用 一枪就把他跌里毙了 影片的最后 姐弟俩坐着酱油哥的直升机 离开了这个尸杯之地 而鸡贼叔的队伍 也在渐渐的壮大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心 倒霉孩子爱惹事 看着心里就爱气 坑完爹妈坑大家 你说这叫啥玩意儿